台湾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但传出了申请加入的机密文件外洩 根据路透社报导 外流内容包括了安全评估机密文件 还有驻外管处的外交电报 而传出文件外流的时间点相当的巧合 就是在中国跟台湾争相加入之际 对此国安局表示 相关单位正在调查这类讯息的来源 恐怕涉及中共被台湾的任职作战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纳入新成员英国 同时台湾跟中国也在申请中 这时却传出台湾申请加入CPTPP的机密文件外洩 路透社报导包括安全评估文件 外交电报还有台美贸易谈判的机密报告 这些内容被流传在网络上 一名官员指出外流的文件部分属实 但有一小部分是未造的 外交部已注意到近期网络流传一次政府文件 网络讯息真假难辨 以免受到有心人士的恶意舞蹈 国安局也表示 相关单位正在查处这类讯息的来源 还要调查是否涉及中共对台认知作战 但国民党立委怀疑可能没有这么单纯 他们是引述两位台湾知情人士的官员 他们所泄露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其实这跟假讯息跟认知作战已经没有关系 不要把自己的无作为全部都推给认知作战 不过就在是否台湾选举并与中国争相加入CPTV之际 传出文件外流 时机点难免引发联想 不排除是中共一个认知作战 企图来离间就是台湾跟其他盟国的一个关系 如果这真的是外卸的文件的话 那比较可能的外卸的管道 也就是一些驻在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办事处 资讯基础设施 被中国所渗透 甚至采用中国的设备 判断外流文件真假要 谨慎小心 避免落入认知作战全套 这里是小瑞山台报道